G4大战前,胡人公布伤病报告,三主力带伤,沃格尔霸气宣战火箭,胡人凭借詹姆斯和戴维斯的带队以及角色球员龙多的出色发挥赢下了与火箭的G3大战,将系列赛优势拉到了2比1。 这也就意味着,只要他们再赢下剩余的两场比赛,他们就突破这轮系列赛,杀尽西绝。 在这场比赛结束之后,胡人即将迎来G4大战火箭的比赛,而在这场比赛前,洛杉矶胡人官方公布了球队的伤病报告名单。 伤病报告显示,洛杉矶胡人阵容内有三位主力友商,一人缺席比赛。 观察胡人之前公布的伤病报告名单,我们可以发现,球队的领袖勒布朗·詹姆斯和戴维斯经常出现在伤病报告中。 除此之外,沃格尔还霸气宣战火箭,他在采访中表示自己希望火箭在G4的比赛中带着绝望去打球。 因为胡人一直以来都是带着绝望去打球的,他希望两支球队能为球迷们贡献精彩的对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